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拜托你去调查的那辆军用救护车 陆军医院那辆车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贵军门的司机去接的 没什么好查的了 按照冠令 借车的是他 收拾的也是他 无论如何他脱离不了同谋的干系 可那人家是高高在上的军门 你我不过是普通办案人员 级别差得太远了 常言书自古行不上大富 那他家的司机呢 高架会阻击了 真够快的 我就纳闷了 尸体为什么会送给他 一大早起来收拾 他憋屈不憋屈 除非 除非那些人是他的超人 那也不对啊 那些人是你的人 你的人是抓公爹的 他是为当国效力的 大家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再说资家跟贵家还连着一个兄弟呢 要乱起来也是兄弟才对啊 你这话说远了 我们想去攀亲 离人还不一定愿意呢 再说嘛 算了不说了 家仇不可外扬 老弟 你应该去贵公馆投射问路 那个司机肯定是替罪羊 贵义是绝对知道真相的 至少他知道 谁是真正的劫撤人 没 对了 你家小弟跟他还没见过面呢 应该没有 应该 对了 你在等谁的电话吗 如果我说是在等情人的电话 你相信吗 我信 知情人 你说话真有内海 你听话也很有前置 你到底想问什么 曹河京监狱失踪的那个犯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下一个受害者吗 下一个猎捕目标 报告 好 进来 不说就犯咯 走了 刘会长不留下来吃个中饭吗 不了 你们征集处的饭难吃 对了 祝你们不烈愉愉快 客长 我叫人把今天发行的所有报纸都买了一份 等会儿就送过来 今天我们的工作量会很大 好 我想去拜访一下贵君们 您好 我是荣华 前天晚上 我们见过面的 我记得你 荣氏企业的千金 荣大小姐的容貌与风采 贵意怎么能忘呢 贵君们过奖了 我们出去谈 我想去探探风 毕竟我们都是党国的军人 我相信 在对剿共的立场上 我们应当是一致的 其实 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想明白 你们都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把三具外情特务的尸体 得到贵君们那里 答案是 尸体里有一个代号是她的妹妹 贵婉 那你不要去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谢谢 不客气 贵君们 我和丽妹贵婉是同学 同时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你们认识多久了 一年多了 你们在哪儿认识的 我们是在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一个绘画班里认识的 对 小婉是去过一趟欧洲 喝茶 谢谢 谢谢 那容小姐是学油画呢 一点皮毛而已 我大哥在油画上倒是颇有造诣 不过家母还是喜欢我多研习书法和水墨画 不错不错 那么容小姐的专长是绘画 只是爱好 谈不上专长 诗 书 画印 都会一点点 太好了 现在的年轻人啊 就会追求时髦 喜欢电影明星 空谈什么民主自由 其实口味也就那样 容小姐这次专程来访 不错 是不是因为桂婉 是的 我知道了桂婉的事情 我很难过 两个月前 桂婉找到了我 她说她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需要她亲自处理 离开上海前 她在我这里 寄存了她的一本日记文 她说 如果她遭遇不测 请将这本日记文 转交给她的大哥 好 她 居然 你能不想得到她的 是什么 你不想当是她的 越来越回街道 你也不能不想要 你也能不能遇到她的 荣华告辞了 等等 你是她的好朋友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是什么样棘手的事情 让她献出了生命 很抱歉 规矩们 丽妹并没有告诉我 有关她遭遇的棘手事件 我很尊重桂婉 她不说自有她的道理 我也不便追问 我相信她的选择 同时 我也十分钦佩令妹的 果敢和智慧 你拿到这本日记本 就没有产生过好奇心 桂军们 这本日记本 是桂婉用生命写旧的 所以我敢用性命担保 除了桂婉和您之外 再也没有人翻阅过这本日记本 我保证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我接受 龙小姐 如果你有时间 我可不可以邀您一起共进午餐 谢谢桂军们 谢谢桂军们 我马上要赶去机场 军们的盛情揉花心理吧 希望改日有机会再来叨饶 再见 谢谢 桂军 眼睛 老杀 在桂毅心目中 桂婉出身名门 是一个有修养 懂生活 爱游历的女孩 而战士 则是那些为正义 有战士 既然有战士 但以后 是否要是 有战士 要是 他们在尽头 那是 当时 和 打 打 我一回事 我不要作弄 我做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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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做弄 我做弄 弄 妙妙啊 大哥哥问你 这是你自己画的 还是别人教你画的 这个是小兹哥哥叫妞妞的 大哥哥好不好看 好看 李副官 来 报告局门 林副官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 局门有事 请吩咐 我问你啊 给妞妞小姐找的保姆怎么样了 林副官说已经在找了 说是给妞妞小姐找了个家庭教师 家庭教师 她还那么小 得要保姆啊 不行的话你去军县司问问 看看有没有熟人 介绍一个可靠的有经验的保姆 如果实在没人 就去苏州老家 请个老妈妈来 是 君们 大哥哥 没有红色的笔了 好 妞妞 大哥哥马上办 你出去 买几盒画油画专用的画笔来 记得 多买红色的 是 看 啥 你怎么说 你买菜啊 是啊 大太太说啊 今天要留情家太太下来吃饭 你瞧瞧 你瞧瞧 速度开差了 你看我干什么呀 赶紧修剪了 不用偷懒呀 好嘞 如意 您是如意生 我是 你 我们有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请跟我们走一趟 咨询怎么了呀 我要去买菜的呀 站住 我就不信齐了 跑得了和尚 跑得了妙 怎么回事啊 昨天来还高门华府呢 今天就破败山庄了 报告 上海警备司令部 真寄出我二科科长自立安 求见军们 自立安 有白帖吗 有 有 他二哥不是快病死了吗 让他进来 是 让他进来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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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他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可以永远永远 在一起了 看 那谁呀 干啥呢 穿搬了 小庄 怎么回事 不是说军阀混战穿缝隙的吗 这是什么 别说话 不是 导演 我马上来进服装室 一定给您解决了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找一会计来做采访 省钱吗 不是 导演 闭嘴 停 你们干吗呢 你们是草台班子吗 什么系班子 我们是电影公司 知道英语怎么说吗 我们是模式公司 走 你们这是草台班子吧 你说什么呢 说谁草台班子呢 我们是很严谨地在搞艺术 纯粹的艺术 你诬蔑艺术 你还诬蔑了我 哪找的行李演员 叫他走 不能用 知道不 让他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要不然我不拍了 紧急收了 来 导演 来 导演 走 快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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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步窗前 一定会看到一个人 他就是真正的凶手 孙老师 你二哥是得到什么病啊 他的心脏上面 长了一个大骷髅 富贵病 要养啊 他的心脏坏得厉害 养了也无极于事 导演 您好 卑职是上海警备司令部 真基础二科的科长 自立安宁 猫美前晚 大骷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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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愣着干什么 按摩快把小姐抱到楼上去 是 大骷髅 刺客长 里面说话 服了 小资少爷一耍花儿出身的吗 你给我出来 谁呀 谁找我们家小资少爷呀 我 大姐 我找小资少爷 您是 我是看园子的 您贵姓 我叫桂花儿 跟主人家姓姿 姿桂花儿 您负责看园子 那姿家的人呢 这是姿家的老宅 三年前姿家人就搬走了 不住这儿 这园子就这么荒了 你看这么好的园子荒废了 现在啊 电影公司的人到这儿来拍电影 他们拍的都是武打片 不用添姐 就这么拍了 我就是赚几块钱贴补贴补 非无利用 那昨天您在哪儿 我半个月前去乡下看大太太了 今天下午刚回来 大太太在乡下 那这宅子有半个月没人住了 有人住啊 电影公司的人住在里面 那小资少爷住这儿吗 他应该住这儿吧 我们小资少爷两年多都没回来了 那 那如意婶 如意婶应该住在这儿吧 死了 死了 死三年了 谁 谁死三年了 如意婶啊 你找他有事 不 我不找他 你找他 君文 刚才的那位小姐是 我家小妹 司阁长 我们军械司和你们真机处 向来没有事务上的任何瓜葛 那么你此来的目的是公事啊 还是私事啊 公司兼有 子某特意为昨天 上海国际大饭店的惨案而来 想必贵君文也知道子某的来意 侦查刑事案件 不应该是警察局的范畴吗 是 程序上是的 只不过这次的案件 与上海地下党有关 属于共谍案 警察局的刘科长 已经把案件转交给 真机处 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户室 股票经济 自由旅行者 听起来 也没多大危害嘛 贵君文 他们都是老百姓 无辜的市民 我怎么觉得 这些个无辜的市民 都跟资科长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君文的意思是 只要跟资某有联系就不是无辜吗 我之所以认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很无聊 就在于你一开始 就没打算跟我说实话 昨天 你是第一个到的案发现场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案子 根本不是什么警察局移交给你的 你所谓的这个供敌案 本身就是你的 警察局模棱两可地打了一个擦边球 你就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案子又给拿回去了 君文您异断了 是吗 姿某承认 这次的案件 与真机处修期相关 但姿某绝非有意撒谎 而是出于对案件的保密 实不相瞒 对于共党谍报站 我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打击 为此珍积出二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如果我们有意或无意地泄露信息 那么死人就白死了 那么你此来的真实目的 就是向桂某人 寻求一个答案 君文明鉴 你想问 是谁 借走了那辆救护车 是 那么我也想问你一句 孙科长 这辆车跟这起凶杀案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 军火商都得看我的脸色形势 我干吗自己找个司机去借辆破车 坐实了我跟凶手有所关联呢 要是有人有意向军门来邀功呢 邀功 除非郑基处杀了我的亲人 而凶手杀了你的人 过来给我邀功这才合理 孙科长 你杀了谁呀 军门 您是误会了 孙某此来 一是为昨日之事 军门受亲 孙某不安特来问候 二是孙家和贵家也算有些渊源 我家 这小资的事情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军门告别 当然了 当然了 刺客长也是为了党国的事情日夜操录 是 贵某呢 也能谅解 你刚才说小资的事 你家大太太身体怎么样 不好 不好 那姨太太呢 她三年前就失踪了 失踪 嗯 那小资少爷也是三年前离开的吗 嗯 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年前 姥爷去世了 大概是姨太太不肯守寡 姥爷去世的第二天 姨太太就失踪了 也有人说 老爷是太喜欢姨太太了 勾了她的魂魄 跟她做地下夫妻了 那小资少爷呢 小资少爷 他偷了大太太的金条 被二少爷撵了出去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你们家二少爷身体怎么样 好像有很营重的心脏病 对吧 胡说 二少爷身体好得很 要不是大太太拦着 她都要做运动员的 我告诉你吧 我们家二少爷可风光了 现在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做大官 大官 做官 那你家大少爷呢 大少爷 大 大 他在那个藏和金监狱 什么 他在藏和金监狱 他在藏和金监狱 什么 那你知道他是犯什么事吗 听说是误杀了人 不是故意的 军门应该知道自立品 原本是我的三弟 后来被逐出户籍 为什么 家门不幸 说来话长 做了什么事吗 说实话吧 我这个人 很重感情 不愿意借别人的短处 况且小资 他曾经也是我们资家的孩子 做人嘛 拥有余地是吧 我贵某人最不喜欢 别人给我打雅谜 你有话直说 我贵某人最不喜欢 当然了 话又说回来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说 我也能猜出一二来 说到底啊 这个小资 是我们贵家的弃儿 我不稀图他成为你们自家的宠儿 但他进了自家 就是自家的孩子了 你们自家 何故先养后期啊 你跟我家小资少爷是朋友 是 算是 我家小资少爷好啊 好 好着呢 你不知道啊 小资少爷小的时候啊 可是 可惜这好宅子了 贵君门是在质疑我们 资家的教养门风 不敢 贵君门您是认为 我们资家放弃了 一个家庭所应该有的 起码的责任吗 我是想说 像小资这样的孩子 他的身世 他的背景 到了资家这么一个大家族里面 难免尴尬 想必一个家庭环境的等级约束 会制约一个孩子自由的天性 贵君门说话一针见血 可是这一次 君门对我们自家的种种猜测 都会错异了 我愿闻齐响 我愿闻齐响 家父性情豁大 家母信佛 生性散淡 宽厚 体恤 家中事向来是不拘谨的 小资的母亲嫁到资家 也算是做得两头大 家母和姨娘是不怎么见面的 姨娘喜好奢华 喜欢办一些文化沙龙 夜夜升歌 那是因为家父在世的时候 曾经是银行的一名买败 场面上的事情 难免是需要姨娘去帮衬的 家父和姨娘 与其说是夫妻 倒不如说是 事业上的帮手 相互扶持 两相一张 事不相反 家父爱屋及屋 对小资是十分的溺爱 在教育上面 小资一直是优先在前面 无论是育科也好 留学也罢 小资总是站在了第一位 小资在我们姿家 没有受丝毫半点的委屈 相反 正是因为我们姿家的豁达 所以小资 他总是无拘无束 为所欲为 他酗酒 赌博 通宵换宴 肆意地挥霍钱财 谎话连篇 金玉截表 败喜其中 他喜好不劳而获 这和他那贪婪的生母 极其相似 再怎么说 自家也是书香门迪 怎么能对小资放任不管 任其妄为 竟不加管教呢 贵君文此话说得中肯 我们姿家到底是世代如香 纵有小资神通 但是他也是施展不开的 在门第这块砧板上 可以有桀骜不驯 可以有愤世嫉俗 但是最终都会被砧板上的这把刀 躲得温顺 谦和 手里 你说的这个砧板上的刀 是谁呀 家兄资历群 我的修为不及家兄的十分之一 也没有家兄的手段 这么说来 小资还是吃了些苦头的 可惜呀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贼 终究是贼呀 说话注意有口的 军门您有所不知 但是小资他不仅仅是一个高明的诈骗犯 他还是一个手段高超的贼 他在法租界的寻补房 是挂了号的头号骗子 他仿制古话 敲诈 偷窃 无所不为 他进监狱是早晚的事 现在他对于您而言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你指谁 令地 是令地吧 贵军门您在极力地撇清 和小资的家族关系 这很好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为你们资家考虑 毕竟小资是你们资家养大成人的 当然了 如果你们资家不介意的话 我们不介意 我倒是在想贵军门您介不介意 您和小资的兄弟关系 登报纸头版头条吗 我不介意 那他真是遇到贵了 你又错了 资科长 你我都是为党国效力 何谈贵贱 不过 我倒是有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资科长吧 军门请问 你大哥资历群 是共产党吗 他不是 他是杀人犯 这宅子里有小资少爷的照片吗 照片 没有 真没有 要说这家人也是 老是罗旗鼓不齐的 到现在啊连一张全家福都没有 也是 人都凑不齐拍什么全家福 可不是嘛 昨天晚上犯人资历群越狱 警察局正在着手调查 如果 我说的是如果 资历平来找到军门 请军门转达一句话 请他不要插手管闲事 特别是我们资家的家事 你是在怀疑资历平节育 兄弟情深 保不齐这件事情跟他有关 好一个兄弟情深 豪门的丑闻 总会是新闻界的狂欢嘛 是啊 事情一天不了结 新闻界就永远不会消停 昨天发生的惨案 我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的 这一点我和你意见完全一致 我也不会放过杀人凶手 一个人住在这儿 害怕吗 不怕 我不住这儿 我住后面那小杂院 开了一道后门 打开就是三星百货公司 可热闹了 我呢 没事的时候就到这儿来看看 看看他们拍舞打片 走走 散散步 你真胆大 冯冯 不怕 我不做亏心事 大姐一看就是个大好人 有底气 长官啊 要不到我那小园子坐坐 我请你喝杯茶 不了 不了 我还要去招商馆取照片呢 去晚了爬关门 今天就谢谢你了 您好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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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 可不 说完了 我到处都跑了 那支甲纯粹是个鬼屋 那小资少爷就是个神出鬼没的小魔头 还有他们家那管家 太吓人了 照片呢 什么照片 我们的合影啊 照片呢 文家今儿不营业啊 不 不营业你紧张什么呀 我 你熟老蒙的兜会儿吗 干吗 有金元宝行 拿出来 拿出来 快 哥 我跟你说是这么一回事 这 照片吧 我确实是拿到了 只不过 不全 不太全面 我跟你说啊 昨天晚上 照相馆半夜被非贼袭击 把您那张合影给变了变 快给我 快啊 快啊 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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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 杀人不用刀啊 他真是想告诉我 他绝不会做贵版的替代品 可他错了 他在我心里连赢品都不配 小资少爷是有目的来建策人的 并且他做事情挺决绝的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留下 真是个高明的骗子 有目的地来 小资少爷有计划的做事 胸有秋和 他的粤语计划做得非常完美 处处都偷着他精明的算计 好样的小资 你干得好 漂亮 你干了这么漂亮的一票 还妄想着跟你那死囚大哥 舒舒服服地去远洋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资历瓶真的就是同墙起壁吗 这资历瓶真的就是同墙起壁吗 我就不信了 你回来了 辛苦了 这么多 嗯 你过二十三年历寸 把我把李相仙离神大盗赵相馆 你过二十三年历寸 你过五十三年历寸 小姐和小资少爷很久以前 我不看你 他这也都把你 最后我把你 只要你 ть历瓶 然后我给你 小姐不行 可怜 难道小姐是故 小姐还换 小姐 小姐 这都要忘记事了 要是能找到小资少爷就好 你以为见到小资 他就会老老实实 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我了吗